捷舞 在1.2.1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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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兒新片子行車錄影中終於出啦 大家都要保護自己的行車安全喔 嗨我是鵝兒 我們今天又在K1了 很明顯的來K1就是來練車囉 我們12月6號的時候要去 姑姑的賽道日 然後我又要跟兒魯一起下賽道了 我希望不要浪費每次 我可以卡在那裡 學生卡丁團很好笑 真的是充滿活力 12月6號要下阿力寶賽道嘛 那我希望可以把握每次下大力寶的機會 所以我想說就是要先來K1 把我的問題解決 現在已經不是只有知識的問題 昨天呢 參加活動的時候碰到Ben跟小江 所以我聽說他們今天要來練車 聽到他們要來練車呢 我都屁電屁電的跟過來 現成的教練啦 怎麼可以放棄呢 雖然不知道他有沒有時間可以教我 而且現在居然還下雨 居然還下雨 天啊 下雨了 雖然有點下雨啦 可是我覺得我慢慢的繞場 然後練我的姿勢應該是還OK 所以我等一下就 還是著裝下去練這樣 在下去練之前呢 就先去問一下小江 把他當作我今天的專屬教練 之前最後一次下大力寶呢 我的秒數是2分18 是一個不上不下的數字 對於一般人來說啦 對會騎車的人來說 就真的是蠻爛的這樣 那我希望這一次下賽道我可以 看能不能拼到2分10秒內 我就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我每次來賽車場 就只是在那邊玩車啊 練車啊 摩西 沒有什麼訓練的目標 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要請小江 幫我找一個目標 然後好好的用卡油練一下 因為我還沒有收到小阿盧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只能用卡油練 那卡油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練了 所以呢 我們就去招小江吧 這麼好用的教練怎麼可以不用呢 就是我卡油磨到 可是換大車就磨不到 你是哪裡在用力 你磨到膝蓋的時候 半天 幹不好玩耶 我覺得我膝蓋很痛 所以你有刻意的把膝蓋伸出去 不是不是不是 那你要是會鼓勵 我覺得我的問題就是 可能做得不會後面 可能我過完的時候會跟這樣 就是會歪出去 然後也有可能是滑下的部分就KK的 可是我後來有稍微往後做一點就覺得好 因為油比較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會怕說 掛太出來我覺得沒有安全感 嗯 對 掛太出去會沒有安全感 可是你現在做那麼後面 你的膝蓋這邊的接觸面積就變小很多 你可以做前面一點 你的腳有辦法讓你的大腿的內側面積 跟油箱接觸多一點 這邊是有辦法輕鬆的開合的 應該是可以 這隻手不要撐可以嗎 那這邊就會很痠 對 就是那邊要很痠 好 對 所以其實你自己 這什麼事 看完門給撞飛了 我想說開出場而已 怎麼會蹦一身 所以你要先練習 用這邊去支撐你的重量 就是屁股移出來之後 內側腳都保持得輕鬆的 下去 把那個過彎的那個迴旋做好 說不定你就會不自覺就 欸 有一天就磨到了 是在你不是撐開的情況下 那不就很低嗎 對啊 就很低啊 那不是很危險嗎 不會啊 你會不小心磨到代表你是 一直有安全感 才會讓你壓那麼低 哦 對 你現在會變成有一點 我不知道到底可以壓多低 因為你用內側的膝蓋 支撐你的重量的時候 就是掉下來然後我就一直用腳去撐 你會失去對車的操控能力 好 我跟大家試試 好 今天的唯一目標好不好 因為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一直會往掛出去的那邊掉下去 就變成另外那隻腳 在撐我的重量 然後那邊我膝蓋很痛 所以今天的目標 可是又下雨了 哈哈哈 又下雨了啊 再雨下去可以嗎 這個技巧用在雨天很好用 如果重心在你的外側腳上 在做傾倒的時候 你沒安全感的時候 就是真的沒安全感 蛤 就是代表那個 輪胎的回饋已經沒有給你出過的安全感 所以你不用想辦法要去撐它了 你只要維持那個傾倒就好 你還是可以在上面做換位置 可是如果你用你原本的方式 膝蓋一直往外撐 你就會變成沒摸到膝蓋前 你都會想說還能不能再下 可是你的抓地其實正在減弱 但是你不知道 對 這是非常有可怕 甚至因為本而呢 對輪胎的回饋感 完全沒有感覺 我還沒有體會過什麼叫做 失去一點點抓地率 失去很多抓地率我有體會過 失去一點點我真的還沒有什麼感覺 對 那我等一下就 淋浴吧 第二回合跟第一回合你覺得差在哪裡 我覺得第二回合沒體力也越騎越差 我剛剛就是完全著重在大腿內側貼在油箱上面 盡量把我這隻膝蓋的重心再拉回來這樣 然後前面是我覺得又比較好 可是後面就是因為沒體力 然後可能又撐補 然後我的重力又放在這邊 所以我剛剛下的時候膝蓋還是震動 如果你不小心又覺得你的重心放到內側膝蓋上 你可能把它移回來 就是讓它重心能不能在你的皮膚上 移到你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是你覺得舒服 然後是坐在椅面上 外側還是有用力的 好 可能因為太久隔世了 就有點開始害怕過彎這樣 如果你有時候覺得 有一點不知道我現在到底哪裡在用力的時候 你的手可以放鬆一點看看 姿勢上面你覺得還有什麼看起來特別不順眼底 還好我覺得就這兩個修正完 應該就會有明顯的進步 所以我剛剛的請教是沒請教 我覺得剛剛好 不會太過頭 然後也有做請到 我覺得還蠻OK的 好 謝謝小佳 今天就差不多這樣啦 目標就是把我的重心點好 其他的就是下次再說 行駛今天也蠻晚來的 好不容易終於沒有下雨了 我就繼續下去練習啦 希望這次的力保大賽道可以再進步 最好可以到2分10秒內 我的目標到底會不會近10秒內呢 大家就12月6號拭目以待 走啦 練車 摔車 摔車啊 人生第一天可以換摔車啊 為什麼摔車 不知道 我壓的沒有很低啊 而且我摔完之後我看了一下地板 也沒有油啊 沒有草 沒有土 為什麼會摔車 是剛剛抹的嗎 我的鵝皮 終於變成戰損風了 為什麼摔 我真的不懂耶 我覺得壓得很順耶 鵝皮 摔車出體驗 而且我不覺得沒有抓地力不好啊 就壓著然後過去 然後就不小心就 就下去了 而且我摔的時候那個油門還一直吹耶 奇怪我手沒有離開油門嗎 我就聽到它的那個轉速還是很高啊 然後我就站起來了 然後說 有人要來幫我牽車嗎 反正我覺得剛剛體力十足的上去呢 有做到 維持好我的重心 有幾個彎我覺得過得還不錯 但是就摔車這樣 摔車完之後我還是繼續練了直圈啊 就是覺得還是可以再練一下 那因為時間真的滿晚的 然後等一下還要跟老闆比個卡丁車 挑戰老闆一下 那這個會再另外一片 大家可以再去看這樣 當然應該已經上過了 所以大家可以再往前看一下那個 挑戰K1老闆卡丁車之賽這樣子 好 那今天就這樣啦 嗯... 婦女摔 就是今天的亮點 下次就會繼續在著重練習我的重心的部分 可能下次還會針對其他的姿勢做修整這樣 今天就這樣了 那我們就準備回家啦 回家休息 我現在是勞弱的慘兵 大家要照顧我 趕快訂閱 拜託 訂閱鵝 看在鵝一摔的分上 就這樣啦 掰掰 來 早上不要約 哈哈哈哈 你覺得你的問題 女男 欸我每次來練車都是艷陽高照耶 沒有其實我其實喜歡 我再說了 那你怎麼會錄到 對 那你怎麼會錄到 全程 錄到 拜託 給我 對 我再剪出來我再傳給你 好 感謝 不不不不不 找到帥 今天 白帥 哈哈哈哈 我們在那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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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